骨关节响是怎么回事 郝阳泉 主任医师 骨关节弹响呢 它一般都是软骨和软骨的碰撞 引起的这个响声 这种呢 如果说我们平时还要判断 它有没有疼痛 如果是没有疼痛 我们就可以不管 因为比如说 经常我们看到好多人呢 他把他的指头 肢节关节扳的哐哐哐响 或者他的颈椎 他实际上只要一动 他也会哐哐哐哐哐哐响 总的来说呢 这种响声呢 尽量不用反复地刺激它 毕竟呢 它是和我们正常是不一样的 如果发生了膝关节呢 我们可以建议你 给它补充一些玻璃酸钠 可以增加润滑 不用叫它把这个软骨 进行一个严重的磨损 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 它不会有这个病理性的所伤 专家提示 一 一般指软骨和软骨碰撞 引起的响声 没有疼痛可以不关注 二 尽量避免反复地刺激骨关节 如果发生在膝关节 建议补充玻璃酸钠 三 骨关节像一般情况 没有病理性的损伤 骨头